大家好,我是Batman 这辆风火轮汽车文化系列去年2020年发售的 现代经典系列里边一辆Hello Kitty主题的思域 这又很有意思了 因为一般提到合金小车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男孩子的玩具 结果这辆小车加上了一个粉粉嫩嫩非常可爱的涂装 这种强烈对比一下就让这辆小车显得非常特别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我收集的各个品牌的粉红色的合金小车 这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猛男必看 那么首先我们就从这辆思域开始 话说我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套车里边要加上这么一个粉嫩涂装 因为大家看 这套里边其他四辆车都非常正经 就这辆粉红色思域 顶着一个粉红色大蝴蝶结 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不知道凤娥设计师脑里边在想什么 OK,现在我们就把它拆开 这辆小车最专人眼球的 除了这死亡芭比粉的车漆之外 可能就是引擎盖上Hello Kitty这张大脸了 这位我们设计改装车印花提供了一种思路 如果你脸比较方的话 也可以考虑考虑把你的脸印在这引擎盖上 会显得很恰当,很合适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它这蝴蝶结 这轮廓的边缘还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印刷 然后底下这块并不是Hello Kitty的嘴 是本田车标 1G6的车型本来就圆圆胖胖的 再加上Hello Kitty的涂装 确实显得特别可爱 这辆小车不光是自己收藏 送给女朋友也非常合适 Hello Kitty再可爱 毕竟是别人家的品牌 别人家的形象 美太自己也是有深受女孩喜爱的产品的 没错,就芭比娃娃 跟芭比同属美太旗下的风火轮 为了纪念芭比诞生60周年 在2019年的时候 推出这款纪念版卡的 科尔维特黄雕鱼扑卡小车 这辆小车我之前拆开过一个普通版 并不是这种纪念款的版卡 而是那种普通的风火轮设计版卡 而且这辆小车非常有意思 因为发售间隔了一年 所以左边这辆是59号 59周年 右边这辆60号 60周年 然后为什么选择科尔维特的车型 因为芭比开的一直就是辆粉色的科尔维特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小故事 实际上在历史上 第一辆芭比的车并不是科尔维特 而这辆奥斯汀是辆英国车 后来他也觉得应该保持芭比纯美国的形象 所以就把奥斯汀换成了科尔维特 虽然后来芭比也是神牌子车都开 但最常见的最有名的还是科尔维特 2019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上 也出现一辆粉红色的科尔维特 就是模仿芭比的风格 另外一辆风火轮最近出的 比较有意思的粉色小车 就是这辆速度激情系列的S2000 这辆小车出现在了第二部电影里边 Suki的作家 难得出了一辆主角车是吧 风火轮这个速度激情系列出了太多太多的酱油车了 不知道哪几脚嘎啦 瞪出来就出了一辆 这辆车首次出现在第二部电影的开场飙车戏中 车身的印花也非常的还原 只不过电影里边 Suki开的是一辆厂房版 并不是硬顶版 我们这辆风火轮模具应该是硬顶版的S2000 应该不是那种convertible 这个系列好不容易来了辆主角车 车型的还给弄错了 不过一码归一码 这粉色S2000真是好看 我们刚刚看了普卡小车 又看了铁底胶胎小车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高级点的 就这辆风火轮红线俱乐部限定的电动粉DAT3510 这辆小车限定5000辆 我这辆是4460号 OK 现在我们也把它拆开 风火轮这个粉色车漆呢 喷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特别均匀 特别光滑 还特别亮 510这个车型呢 就迷之受风火轮小车玩家的追捧啊 再加上这个骚粉色 这辆小车呢 我也特别喜欢 我们这辆510呢 还可以打开引擎盖 虽然这个打开的幅度非常的可怜啊 但是将将就就 还能撇到一点内部发动机结构 其实风火轮电动粉的小车呢 不止出过这一辆 而一个系列 其他小车呢 还有比如 70年的野马Boss 302 改装版克尔维特 66款蝙蝠车 大众T1越野车 暴改甲壳虫 还有这辆风火轮万斤 油耳母具 67年的科迈罗 这些粉红色小车呢 实际上被称为聚会车 因为他们是在 每年两次的 风火轮玩家聚会上发售的 这些粉红色的聚会车呢 也算是风火轮一向传统了 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呢 所有的板卡包装的聚会车 更早的聚会车呢 都是塑料袋包装的 那些车年头更久 入手难度更大 价格也更贵 正好我对于塑料袋包装 也不感兴趣 就只收了板卡的 我还是更喜欢板卡 这种包装形式啊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 除了这些红线 究竟不是限定版的 粉红色小车之外 还有没有更高级的 粉红色小车呢 答案是没有 但是 这辆风火轮凯迪达克 奥多罗复刻版 把它拆开 Original 16呢 是风火轮在1968年 创立的时候 首批出的16辆车 当然这辆车 并不是原版车 而是一个复刻版 但是呢 它依旧采用了复古的包装 这辆凯迪达克的奥多罗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第十代车型 电影中呢 经常能看到一些 黑帮老大开这种车 这三叉几的车头 直线型车身 真的很帅 这辆车颜色呢 是让官方称之为洋红色 并不是粉红色 确实比粉色呢 看起来更红一些 但是我觉得放到 粉色小车里边 拿出来给大家亮亮相 也是挺合适的 这辆车呢 我也就不拆了 好好收着了 看完了风火轮的粉色小车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 其他品牌的粉色小车 也非常有意思 风火轮出了一辆 粉红色的1G6 但是呢 我知道它们并不是第一家 把粉色按到1G6身上的 我知道第一辆呢 是来自IG的粉色1G6 拿出来 这辆1G6是PANDEM改装版 加了宽体套件 装上镀铬轮圈 死亡8B粉的车漆 看起来非常的浓稠浓厚 而且最难得的一点就是 大家看 这辆小车呢 虽然是素色的车漆 但是车身一点也不肉啊 各种刻线依旧是非常清晰 特别是宽体件 锚钉的部分 都没有那种被呼死了 喘不上气的感觉 本身我觉得 IG的1G6模具做得就非常棒 这次又是死亡8B粉的车漆 更是键上天花了 这种PANDEM改装套件 粉红小车不光IG出过 迷你机也出过啊 这辆由迷你GT出的 PANDEM改装版的R35 这叫PASSION PINK 激情粉 迷你机的这种挂卡包装 真的是 很难拆开 把这个拿出来 别的不说 这辆迷你机的R35 真是沉啊 贴底胶胎的 迷你机小车呢 我真觉得是 合金小车里边性价比之王了 价格不贵 细节多 用料还足 大家看身上这颗线 都非常清楚 而且前后灯呢 还是独立透明零件 我们好像还从来没有 专门介绍过迷你机的小车了 有机会呢 我们做一期节目 来看看我收集那些迷你GT 说我们这辆小车的颜色 虽然这名字呢 叫做这个PASSION PINK 激情粉 但是呢 跟我们其他几辆粉色小车 放在一起之后呢 反而显得非常低调 因为它这种粉呢 并不是那种死亡八笔粉 非常艳的粉色 或者换的说法 在一堆蒸奇豆艳的小车里边呢 反而是我们这辆低调小车 看起来更加特别 这辆R35还有个隐藏版的配色 车身是灰色的 车轮圈啊 还有包括一些内饰啊 还有这个后视镜呢 是粉色的 你别说这两种配色比起来 反而觉得这隐藏版的配色 更骚气一些 粉红色的轮毂 我天 但是你以为迷你机 只会出这种低调的粉色吗 并不是 这辆是迷你GT出的 2020年的展会车 天号88号 非常吉利 我们拆开来看一下 里边藏的什么宝贝 这辆是宾利欧陆GT 我记错了 这辆小车呢 也是这个 passion pink 激情粉 跟我们这R35的颜色是一样的 并不是骚粉色 这辆小车也拖铁 铁底胶胎 特别有分量 车门上呢 还有2020年限标识 这一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都是不同往常的一年 也是很有纪念意义 小车前后灯 依旧是独立透明零件 轮毂上还有非常细小的宾利车标 迷你GT的宾利欧陆 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车型 也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涂装 有机会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看到不少 这个粉红色的合金小车 但是貌似一辆 日系的合金小车品牌 都没有登场 别着急 说来就来 首先这辆多米卡红白盒 92号的皇冠Islet 这辆小车一看就骚粉色 跑不了 果然 果然我们这辆小车也是骚粉色 而且跟其他小车比起来 这颜色更加鲜红一些 这辆小车车轮算是多米卡传统异能了 看起来跟这车身非常不搭调 车灯也是非常适圣 给你涂了一坨颜色 后灯一坨红色 不过别说这丰田车标印的倒是够清楚的 这辆小车算是塑料底盘 但是大家看 因为它这个车身 非常的厚 所以说也是很有手感 很沉 我就特别喜欢 把红白盒的小车拿来手里边盘 之前盘一辆R32 把那门的都给盘坏了 而且这小车内饰居然也是白色的 没想到红白盒也会出这么骚气的小车 长见识了 提到传统的日系合金小车厂商 当然少不了了 还有我们的经商 这是经商出的一辆粉红色大G 你把它拆开 我天 这辆大G的颜色也真是太正 太死亡了 好看好看 我这车左前灯怎么还有个大水口 不过你别说 看起来那跟泪很一样 然后这辆车被自己骚气所感动了 我天 连后边这备胎罩都是粉红色的 这名副其实这一辆网红车 爱了爱了 我们这个粉红色小车已经摆了一桌子了 但是还没完 再给大家看几辆附加的小车 这辆领航原初的911GT32S粉猪涂装 虽然是叫粉猪涂装 但这个粉真的就是猪的粉色 皮肤的粉色 跟我们这些死亡8B粉的小车放在一起 就显得不太搭尬了 但为什么还要说这辆小车呢 一个呢因为它毕竟是叫粉猪嘛 再我呢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所有粉猪涂装的老祖宗 密切出了这辆保时捷917-20 这是一辆参加1971年 乐忙24小时那里赛的赛车 也是保时捷首次使用粉猪涂装 然后就算是开启了粉猪涂装的时代了 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介绍一下 刚才不是介绍了一辆风火轮 为纪念8B60周年出了一辆小车吗 结果纪念风火轮又出了一辆8B主题小车 而且这辆车粉色更一样了 这辆车叫做Barbie Dream Camper 8B梦幻露营车 这辆车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原创车 因为8B呢确实出过类似的玩具 这辆小车参考那个车型设计的 我这个粉色都不是骚粉色 是荧光粉了 太亮眼了 小车侧面窗户上呢 还有这8B logo的浮雕 看起来挺漂亮的 诶这门是不是可以打开啊 试一下 应该是 哦果然是可以撬开的 哦果然露营车 这窗户呢翻开之后呢 是一张餐桌 上面还有盘子叉子各种餐具 最后兄弟们 把牌面打在公屏上 世界上唯一一辆 One of One Special 粉色版YES第九代EVO 这辆车是我跟YES老板定制的 我跟他说 诶如果YES要出辆粉色小车 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说你就瞧好吧 然后就给我寄来这么一辆小车 我不但是刷成了粉色 而且还贴上了碳纤维贴纸啊 这碳纤维贴纸贴的 真非常暴利啊 因为他不但把引擎盖贴上了 这左右一字板也给贴上了 看起来感觉就像那种蒙面土匪一样 一点也没有日本车那种秀气的感觉啦 我这辆小衣服拿在手里边 之前那辆银色的立马就不香了 即使贴上碳纤维 我们这小车引擎盖呢 依旧可以打开 真的非常赞 而且这辆小车还是基于第二代YES产品开发的 不但前后杠依旧可以更换 轮毂也是可以更换的 真是太帅了 下次YES可以考虑出个全碳版的 今天我们是看了看各式各样的粉红色的合金小车 当然我收集的这些呢 只是众多粉红色小车中的沧海之遗塑 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粉色小车需要慢慢收集 粉色作为一个性格非常鲜明的颜色 跟合金小车结合在一起 确实也赋予了这些小车更多的性格 把粉色作为一个收车路线也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送他一辆粉色小车 他应该会很喜欢 反过来 如果你要有女朋友的话呢 还是送一些口红啊 香水啊 包包啊 这种礼物比较稳妥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 希望你看得过瘾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